各位師兄好,我Candy,Layman,和大家研究賽事 研究4月22日第8場賽事 這場三班1200米,挺特別的 這場賽事只有一隻馬打王牌 全部保後備保護拳 只有一隻王牌,那隻王牌還要是 上年六月跑完到現在,差不多一年 只有這隻王牌 還有一個奇境的,這場馬是束不足馬 本來只有十隻 是蘇偉賢那隻安逸寧靜,延遲報名加入 如果不是只有十隻,就看看有什麼老虎 這場馬,上次出閘有問題的 有兩隻比較熱門的馬 第一隻是武士精神,夠精彩 一隻出閘有問題,上場問華出閘有問題的奇妙聲 今天又出了,兩隻馬有實力的 兩隻呢,想著他上次跑得好的 兩隻出閘都有問題,兩隻都問華的 說回馬,為什麼會出不足馬呢,香港是否不夠馬跑呢 然後就... 有一隻延遲報名加入,如果不是只有十隻馬跑,好像跑一級賽 看回馬吧,這隻武士精神奇妙聲季初那一場 季初的奇妙聲輸給武士精神 是第一場落地的,那時候 後面的永同歡欣,藍莊之歌,愛馬劍 美麗若動那一天,在莫艾城抹了 古浪順風,各取所需都是可以的馬 這場是同一場來的 這場是說平海歡聲,美麗有形的 這場呢,那隻瀋雜成也是一隻 透了很久的馬,一出來就湯了 今天有瀋雜成的,又是很久沒有出的 看看怎樣 分析報速,奇妙聲,武士精神 那些都是放在前面的 還有一隻古浪順風 分析報速 這一場呢,那隻美麗有形,閃耀榮光 敬盡天嬌,都是放在前面的馬 美麗有形,守住在二位 分析報速,第一段慢了一線 美麗有形,閃耀榮光那些慢一線 第二段快了五線 末段慢了兩線 這隻美麗有形,當日撿過十二檔 大家可以看到,十二檔輸四個馬位 回來的腳是沒有力 當時是任人魚肉的 閃耀榮光都停了 他更加停得更厲害 再看看這隻美麗有形 前一場跑沙田輸給平海掌聲 他也是放在前面的 末段22秒5 總時間1分09秒2 他回到最後才是給平海掌聲 快樂歡騰 後面的開心人生 甚至乎轉飛龍 大俠士 那些再出都跑得不錯 但是看馬呢 都是看這隻武士精神 奇妙星 看看這兩隻馬 今天出閘又怎樣 對上那次兩隻都有問題 今天這隻武士精神還要整理好 奇妙星都是一檔 第二段是比剛才那場美麗有形 慢了幾線 有一個第三位 武士精神 中當第四位馬 有這隻馬身色 有內蘭永圖歡迎 南莊之歌頂了出去 馬林中間還愛馬見內蘭盡開眼 尼士性角吹梳吹 尼士修美麗躍動 包尾兩隻馬 有曼尼谷和魯魯富貴 正當第四位馬 這隻可頂得住永彤的 那時候 這隻可頂得住永彤呼恩 那次 跑四位都叫做近開眼 很多人都蠻準確的 看完就講神操 1號武士精神 莫雷拉試襲合格 強制試襲 莫雷拉停賽變了潘頓 2號金鼓齊鳴 重化試了兩貨集 8月30號右邊有些事 3號美麗有型試草地 4號陽光戰區 保持功夫 5號平凱寬星 保持功夫 6號安逸寧靜妍 保持功夫 7號奇妙星保持功夫 8號極速前進保持功夫 9號冠鋒也是保持功夫 10號嘉嘉成功 保持功夫 11號好好好彩彩 也是保持功夫 上次期的古惑調動 1號莫雷拉停賽變了潘頓 2號今季初出 3號波見市變了梁家俊 4號何宅堯 武馬騎變了田泰安 5號史卓鋒原裝 6號黎海榮 轉了蘇迪虹 7號田泰安轉了賀明蓮 8號波見市轉了黎海榮 9號原裝王浩南 10號潘明輝變毛顯東 11號梁家俊變了楊明倫 7號馬 6號馬 4號門 8號馬 6號馬 7號馬 8號馬 9號馬 100號馬 9號馬 9號馬 7號馬 馬合拍的馬是武士精神,未過莫雷拉之前是潘頓的 然後是平海掌聲史出風,上次一騎可以剷進來 這場馬就預計武士精神很難得 貴內經常都撿大外檔,馬主好鬥志 今天撿過二檔,但打王牌馬就只有一隻,叫金古齊鳴 金古齊鳴,我看過他在重化試過集,和帝豪高斑馬試,他都試得不錯 試得不錯,但我還是看賽職,始終這隻馬是有點試的 這場馬我選三隻馬就算了,就不想太多了 兩隻曾經上場問過話,兩隻上場突然出閘,也有問題 不知道今天怎樣,我愛了這隻武士精神,希望潘頓有些英雄感 這隻馬來的時候都是在潘頓騎開的 然後莫雷拉就拿了他來騎,今天停賽就拿回來騎 愛了這隻武士精神,難得又撿過二檔 看看他出閘又怎樣 第二隻我選的,我也是選一隻奇妙星的 第一場初出,可以頂到那隻永同歡欣 第二場我就立刻追這隻馬,他跑過第五回來 但那一段是放到22秒1,知道必勝很厲害 過去那些馬都叫做大師級,一拍即合,明進之星 都叫做一個高水準的賽事 那天就頂不到,因為第二段真的很快 我看著他跟到那隻,知道必勝跟到氣咳 然後縮下一千,他就可以了 但是跟好甜產一起了 然後再出又是萬集,然後被人問話了 今天就跑到1200,看看偉達是否在路程那裏搞搞他 又1200,又1000,試試試試看 希望他跑回威脅武士精神那一場 其實都是彈掉了一點 但是磅位不同了 武士精神的磅位又重了,奇妙星的磅位又什麼 再加上何銘連快活谷一檔,這隻馬有速度 問題應該會比較少一點,不用找位,黏著一條爛走 再加上這隻奇妙星 因為我不想選膽,這場馬 都不知道他們出閘有沒有問題,希望沒有 在美麗有形和平海歡星那裏選一隻 平海歡星,季內有1WIN1Q,可以選擇這隻馬 上場更加跟美麗有形,被他彈掉了 他那幾步上來是彈掉了 輸給剛剛初出的競進天嬌,這隻美麗有形是輸到四個馬位 但是我今天會討論一下這隻美麗有形 因為當日他撿過12檔 今天這隻美麗有形,撿過7檔 他的7檔應該夠快切到2碟 看看他跑得如何 至於平海歡星,上場是撿過好一點的檔 其實那場他撿過9檔,跑得不好 我覺得都不太關於檔事 我覺得不太關於檔事 但是今天又撿過9檔,就變成一隻 檔位由3檔變9檔 美麗有形,由10多檔變7檔 平海歡星,由3檔變9檔 我便在檔位調整一下 這隻可能會有錢分的美麗有形 我這場個人投注,1號武士精神 3號美麗有形,7號奇妙星 就是我個人投注 速不足馬 本來速10隻,現在砌足11隻 給大家玩一下 至於當日賠率有些異動選擇到膽 我都很幸運,我覺得他1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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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跑到1千2千,有膽的時候 我個人會拖這隻馬 這隻馬,看看會否反到1千2千 就是最適合的 今季只是沙田跑過1千2千 這隻馬都可以留意 四連環四,可能我都會玩四連環 四重彩那些多 我會留意平海寬升 好好彩彩,這兩隻 甚至乎駁一下那隻金鼓齊鳴 都可以 比較上就是我自己選三隻馬就算數了 到時玩四連環四重彩 比較喜歡那隻好好彩彩 因為1千經常追不到 季初跑過第五是賺了快步速的 看看今天1千2千,會否比他多2百 可能會好些 希望各位贏多些,選三隻馬就算了 拜拜